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中国各地装扮一新 丰富多彩的灯会和民俗表演将迎新年的氛围拉满 市民游客游园赏灯 品美食 畅享 轻松假期 30号 上海御园迎来一波客流小高峰 现在 御园灯会正在加紧筹备当中 一组组大型灯组将九曲桥畔装扮一新 其中 一夜鱼龙舞取自鱼画龙的灵感和美好寓意 400多条缤纷多彩的鱼群汇聚成了一条游龙 给人们带来龙年的美好祝愿 浙江省渠州市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里 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人 龙游特色滚花龙表演讲究圆而猛 预示着新的一年里活力满满 努力奋进 这头滚花龙舞得正欢 那头1600度的铁枝被高高抛起 被木板奋力打散 瞬间夜空中万点星辰散开 美不慎收 在江苏南京西南里街区 大红灯笼高高挂 来往游客和市民穿梭期间 逛市集 贫美时 感受节日气氛 在老门东景区 从空中俯瞰 一条长130多米的龙灯 贯穿在巷子里 蜿蜒盘旋 点亮了城市夜空 在河南洛河 近两万盏造型各异的灯饰 把城市装扮得格外喜庆 夜幕降临 道路两侧灯光璀璨 古风建筑更显得美轮美奂 此外 当地还增加了水上国风节目表演 迎接新年到来 在河北石家庄 火车头步行街 街区节日氛围浓厚 游客们看表演 贫小吃 欢度元旦假期 在石家庄 湾里庙步行街 亮丽的花灯沿街排开 后翼摄日灯组 各种生效造型的花灯 吸引游客和市民驻足观赏 凤凰长廊大型组灯流光溢彩 寓意吉祥如意 幸福安康 鼓鼓声微 大型花灯张力十足 寓意着新年新气象 在宁夏 银川市 民俗大剧 巡游 社火等一场场沉浸式演绎 从下午到晚上轮番上演 在这里 游客可以体验国潮灯会 吃节令美食 全方位感受西北民俗文化 在黑龙江激西 为了迎接元旦假期 占地18万平方米的冰雪花灯游园会 面向游人开放 入夜后 经营剔透的冰雕 栩栩如生的雪雕 与五彩斑斓的花灯交相辉映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我就看这些机器是越来越美 我活到86岁 还能看到机器发展 在以前没看见过这么美的城市 绝正在广州